作词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古福奇社的变形金刚飞长时间 这是我们1871集 我们今天接着给大家 变形金刚起源的主线玩具 昆特沙 五面怪 我非常喜欢这个玩具 我直接要当时说 它非常有可能列入我今年度 最喜欢的前几名的玩具 首先这个玩具的话 是朋友帮我买的 他发个照片给我 我看到他在玩具店出现的时候 我被他的外星球载具的形态 非常的吸引 我说不管怎么样 你先帮我买一个吧 那所以我就入手了 那我玩了一下之后 我发现完全没有让我失望 完全戳到我的点上了 首先这个五面怪 那想当然了 必定是一个反派的角色了 他的整个造型来说 确实也非常非常的邪恶 非常非常的反派 这个触手什么的 如果你觉得他还不够邪恶 旁边摆点其他的玩具 你就会觉得他真的超级的邪恶了 他有一张 明明有点像是强制装甲卡巴的这个脸 这个头的话 本身可以360度的转动 没有问题 你把它转到这个方向之后的话 很可惜 他没有呈现出另外一个长相的样子 如果有的话就会更有趣 那讲到这个脸很多 其实先前有一个五面怪的玩具 那个是 应该是地球崛起吧 还是 反正是Wolf Cyborg 找三部曲里头那一款 那一款不能变形 是个Voyage Class 那我玩具也还有留着 那可想而知 触手的话呢 已经变成是昆特莎的一个标志 其实真的电影第五集的 昆特莎女王的话呢 也是有这种触手的 而他的话呢 是软胶的材质 而且做了一个 还算不错的一个 建层的效果了 那他按照这个 说明术的一个 方法的话 他的这个应该是要往两侧分开来 这里的话呢 虽然做的稍微有点潦草 但是看得出来 他应该也是 要我们去想象 这里也有很多触手的样子吧 那这里是带一个底座 底座的话呢 后面这里是有一个卡准的 记得要把它给卡进去 那样子放在一个桌上 基本上放的还是蛮平稳的 那他还有附带一个能量块 这个应该不是All Spark 因为上面 没有任何的这个纹路啊 应该是属于G1电影里头的能量块 平常的时候呢 可以把它收纳在他的身体里头 那放到这里 那这卡进去之后 感觉还是挺紧的啊 这样子把它给扣回去啊 非常简单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个细节 是一个外星生物的感觉 手臂360度的转动啊 是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球关我觉得 我是怕可能不是很耐玩 这里有一个大球关 这里的话呢 一样有这个像是生物的一个感觉 手的内侧的话呢 就空洞了 非常的可惜 然后触手可以动 那还有头能动之外 还有手臂 其他就没有了 那从后面来看一下啊 这里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甲壳 不过这个壳线来说还是稍微糊了一点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就给大家示范一下他的一个变形过程啊 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好玩啊 首先的话呢 我也习惯把手给往上放上去 然后呢 这个地方背后给打开 后面的这个飞机的头部把它给弄出来 这个是有点偏软的胶 这里要记得把它推到底啊 密合度才会好一点 接下来把这一片挑起来一下 做一个前后的一个翻转 翻转之后的话呢 把头部这里顶出来 然后呢 把头部旋转180度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凹槽 这个凹槽的话呢 就是要把它头顶上那个尖刺呢 给塞到里头去 这个地方 利用这个双动关节啊 把它给推到底啊 这样一来的话呢 那头部就会刚好可以收进去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把后面的这个部件 推开来往后面放 这个部件的话呢 说明书的说法呢 是要把它给收进去啊 我们就把它收进去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凸在这个地方 要对应 这个凸跟凹在这里要对应 好 把它给扣进去 好 把它塞进去 这个时候就是要把它的触手呢 给收纳在它的这个飞机的体内啊 在这个地方 把它给放进去扣上去 那这里扣上去的话呢 它还不够啊 它还有一个手臂这个地方要转一下 然后这里有个凸跟凹 从这个地方扣进去 可以看到它是斜下一个角度的 这个地方在扣上去之后的话呢 再配合 刚刚的这个地方 等于是它的 它的手啊 跟肚子的话呢 一共透过四个卡扣 把它跟飞机呢 做了一个紧密的结合 最后就把这片推起来 啊 啊 载具形态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 说真的啊 我真的是好喜欢它这个 这个载具的样子啊 非常非常的好看啊 这个这个冲锋的一个形象 非常的好看 前面的话呢 是一个透明的部件 那这里隐隐隐约约看得出来 是类似于 应该是驾驶舱吧 是吧 那这有点像是 因为加速的关系 导致说它前方有点通红 不过说真的啊 你跟这个合汇上面的 这个形象相比 还是相差比较多 前面这个合汇看上去的话呢 除非说它是用 一个长焦段的镜头 做一个压缩啦 或者是说它这个头部呢 有一个折叠的地方 它往上抬一点 要不然看起来的话呢 应该是前面的这个 飞机的尖头 应该是没有到这么长啊 我推测的了 而且它下面是有两个尖刺的 这个玩具的话呢 也是没有做出来 不过背上的这一些甲壳啊 什么的 样子倒是有点像 不过确实还是有点差距 不过如果真的做成这样 我觉得会更帅 但是这样子 我觉得也已经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好看了 拿在手上 把玩的这个尺寸的话呢 是完全恰到好处的 这个长度应该很多人都很熟悉啊 那我是说 因为跟我们平常常用的 15公分的尺 很接近嘛 对吧 我们小学的时候 带15公分的尺嘛 对吧 你看刚好15公分 再多一点 好 那整个玩具 有一些软胶的部件 那你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原本的触手 在藏在体内 这样子从后面流出来 就好像有一个就是能量外泄的感觉 这个整个玩具的一个 反正就有戳到我的口味啊 那如果说给各位做展示一下 如果说你不愿意把这个触手 收到里头 你也可以把它放在外面啊 一样是有另外一种表现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看一下后面这个地方 这个尖刺的话呢 在后面刚好也是一个红色的透明件 就有一个推进器的一个感觉 总而言之 严格总之 这款玩具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 但是价格还是很贵啊 在台湾的话 即便目前你在实力店买的话 就算打折 也要台币超过700块钱 确实也是不便宜 虽然说玩具本身我很喜欢 但是这个价格还是偏高了啊 大家可以就稍微观望一下 或者是说 去收银的二手或怎么样 那总而言之 这个呢 应该是我今年会非常推进的玩具之一了啊 那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